今天我要給大家看一個 6月份剛剛出爐的國內電動車 銷售的開紅盤 結果特斯拉車產戰術 激壓群雄 可是重點在後面 國產車的龍頭N7 納智傑搶試的手段更加迅猛 他們宣布什麼 要重回首播接單 99.9萬的定價策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你這個分明是對著MG4而來 育龍中華網內互打 終須一戰 結果回頭一看 包含了何泰福斯福特 不讓你們兩家近親在那邊 solo獨角戲 紛紛祭出了史上最大規模的促銷 群雄大亂鬥 逼出怎樣的價格戰 居然跟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 TESLA的好消息 結果沒想到最近好消息 連環報 不只是它的股價什麼股低反彈了 就連我們講的特斯拉的銷量 原本大家很擔心說 哎呀它銷量是不是一直在遞減啊 是不是一直在遞減 沒有耶 就在台灣表現特別好 為什麼 我們看到第二個就是它的Model Y 竟然賣了2142台 反之衝上第二名的高位 甚至連ToyotaRAV4 RAV4拜託一下 是多少人愛的平民生車 還比它賣的來的更好 而且不只這樣 連Model 3它的第四名 也是由特斯拉所佔據 而反倒是我們國產的星星之秀 也就是Luxian的N7 排樣是第幾 第九 其實我坦白講這個表現不屬 因為你看喔 它也是有破千台 一千零散七台 但是 事實上整個市場對於特斯拉就樂觀了嗎 也不是 因為特斯拉的主力銷售呢 還是放在所謂的中國大陸 未來很有可能特斯拉的交車量 會連兩季下滑 而在中國也變相的推出五年零利率 他們講了你等於是一天只要付幾十塊到兩百塊 就能夠擁有特斯拉這也是一種變相降價 好這一個排行榜 你剛漏了一家了 我們一定要看第八名 MGHS 哇這個是來台兩年賣成的神車 這個紅版開出來令人滿意嗎 對 軍長果當然要把這個東西漏掉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我們這個講的它是六月份才一千零四十台 是 但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是一到六月份我們的NG賣了多少台 八千兩百四十八台 這才可怕啊 為什麼 因為八八有兩個八 這個比較極力嘛 因為它擊敗了 各位 CRV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一八重 HONDA的CRV也沒在跟你開玩笑 七千兩百七十一台 你想想看 它整個NGHS登上了第四名的寶座 所以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整個我們講 你要以休旅車這個市場來去做競爭 否則我們講的這個Model Y 它也不是這種休旅車的類型嘛 所以換言之 整個在休旅車裡面 現在NG已經在短時間之內 崛起佔有一席之地 這個是MG的這個油車 這個燃油車HS 它已經衝出了神車等級 後面跟著乘勝追擊的是 MG4它的首款的國產電動車 但有一家兄弟殺了罪狠 不要讓他出頭 就是Luxian 對 因為這個非常矛盾 因為我們講Luxian 跟我們講中華汽車代理的這個NG 基本上來講都是同一個極端 同一個老闆 但他們現在說不對啊 現在難不成是自家人在內捲 打價格戰嗎 為什麼 因為你看Luxian宣布說 N7對不對 它五人的這種純粹版 再度回饋價90.9萬 因為之前我就已經介紹過 很多次N7 給我們爆新聞的觀眾朋友嘛 所以它這個90.9萬 等於就是說 原本去年底 已經漲到109.9萬 結果現在又帶度降價 結果後一發現為什麼原因 因為自家人在打 因為包括我們講的NG 它的電動車系列 剛好它所謂的價格是什麼 也是大概就是99.9萬 那這個就是針對性的嘛 對嘛 所以你看NG4跟這個N7 兩個都是自家人 兩個都99.9萬 擺明是在搶市場嘛 但你說自己自家人自打 能夠加醜外揚嗎 不行 他們當然講很好聽 那拉選說什麼 沒有沒有 N7跟NG4是不一樣的產品 但到底一樣不一樣 其實還是消費者說了算 好你就看到了 它的雙權策略 這一邊呢 要把NG4給滷下去 這一邊呢 它一門撞開了國際銷售的大門 它開始要去國際辦拉力賽 參加拉力賽了 對 因為我們剛才聊到的價格戰 絕對是紅海戰爭的部分 但紅海對一家公司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 而增長好是什麼 應該是打藍海策略 提升我這個車輛的性能 它的附加價值 對 所以他們做一個動作 邀請這個亞洲車子能 陳和煌要做什麼 說我們透過N7 而且它還不是一般N7 各位你就現在看到了 它把整個內裝全部都拆解在改造 它其實也是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看看說 我N7內部的構造 我的筆盤多好 長什麼樣子 最後要去參加亞洲拉力賽 甚至透過這個車神 去講一件事情說 它的懸吊 它的操控啊 它整個我們講的汽車性能 實在是一等一 所以借以讓自己N7的市場 也能夠在蒸蒸日上 好那下半年才剛剛開始 你就看到了 Lustion跟MG4 打出了兄弟戲場的價格險戰 那我要是Toyota 我看著你近親在那邊獨角戲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我們講的 即便他們是一家人 但這個價格戰 真正會上的是什麼 我們一家人 你哥哥賺100萬 弟弟賺80萬 加起來我們一家還是賺180萬 錢都在我們這 但Toyota不是啊 Toyota是外人啊 你是我們對面競爭對手 我賣牛肉麵 你給我賣水餃 我當然跟你拚了嘛 所以Toyota開始幹嘛 下水餃了 說不對 我們現在四大好理由 他沒有分車款 直接全部總價值最高 就是折價15萬元 甚至還幹嘛 送你65吋JVC電視 還給你100萬零率 反正就是跳樓大拍賣 大方送 敵死要跟Lustion 拼個市場上的競爭 好我們看Toyota出重拳了 後面雙福 一個福特 一個福斯 一招比一招狠啊 對沒有錯 因為這個福特這台車子 我非常有興趣 當時他剛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這種野馬 因為野馬這個 每個男生都想說 至少可以開個一兩次 但他這個不一樣 他是電野馬 什麼意思 他是Mustad Mark E 他是電動車喔 電動車但是做的完全 跟野馬一樣造型 而且馬力根本不輸 今天我們沒有想到 連現在這樣的車款 我們講頂規 他現在降價大概 也大概剩下了24萬 剩下這個 這台車大概100多萬元 就可以入手喔 所以代表他的市場 價格是非常有競爭力喔 因為畢竟 他算是標誌一格的 一種特殊性的車款 所以你想想看 他們連這種 特殊型的車款 理論上來講 他的價格空間比較硬 結果沒有想到 也產生降價 而這個我們講的 福斯也是喔 包括他的Golf的車系列 他是慶祝什麼 50週年的名義 當然啦 講是講50週年 還是打價格戰 也是降價10萬優惠 你就知道現在呢 不管是電動車 不管是燃油車 基本上要比性能 但同時也要比CP值 也要比價格 放眼上半年 整個亞太地區的股市 台股最強 什麼概念 如果你蒙著眼睛 0050給他買下去 半年獲利就將近四成 下半年 台股能續強嗎 伺服器 智慧手機 AI需求 像是餵不飽的怪獸 我們看一個指標 台積電充擴產 豪雜了4000億 今明兩年 就大買了60台的EUV AI護法 都在台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 聯發科台積電 強強聯手 打造今年最強的旗艦處理器 強到 連三星手機也不得不買單 大魔廣邀 全球的分析師 來一趟台灣之旅 台股能不能續強 你就聽他們 給出什麼結論 是啊 俊相 如果說你今年有買台股的話 真的是你閉著眼睛 真的是笑呵呵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開始發現 今年光是台積電 就漲了超過六成 如果你買的是紅海的話 更是漲了超過一倍 然後你什麼都不要管 你就買0050 就是我們那個 最簡單的 你那個眼睛閉著 把它買下去 它竟然也有 四成的一個投報率 所以人家就說 今年可以說是 台股的一個黃金年 那因為漲幅也蠻多的 所以就很多人討論 這個還能持續下去嗎 會不會有點 過熱的一個問題 現在最新的一個外資報告 還有一些專家都出來講說 這個情況 應該會持續下去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是 AI世代浪潮 所捲起的一個千堆雪 跟過往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只要 AI世代浪潮捲起的千堆雪 當然第一個叫提的是誰 就是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7月18號即將召開法說會 那現在外資圈呢 包括是瑞士銀行 還有高順證券 都開始評比 評比什麼 買進買進買進 而且目標價越抬越高 本來我們想說你有沒有前幾天 上一兩個月還講說 台積電要上看一千 天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千里 也真的是跳一跳就摸得到了 現在最近的報告出來 瑞銀行一千零七十 那還在一千 已經超過一千 但是高盛 竟然一千一百六十元耶 所以呢這告訴我們 台積電的這個旺度 這個所謂的續航力 短時間 並不會畫下一個據點 主要原因幾項 第一項就是 它現在大家看起來 它的第三季的一個營收 竟然評估起來 都有10%以上 到12%的一個成長幅度 你知道這公司 那個營收規模 怕死人都好幾兆 還能上10%的一個成長 你就知道那個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們滿手訂單 包括Covers訂單 現在已經每個月產呢 已經來到了4萬片 明年甚至要開到5萬片以上 那因為訂單滿手 代表意思公不應求 公平英雄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就已經說 我們今年的資本支出 還是一樣維持高檔 高檔是多少 346億到395億美元 嚇死人了 那是破灶耶 每年一灶一灶兩灶 那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真的市場的需求 實在是太暢旺了 所以剛剛提到了 推升台積股價的是什麼 未不保的拉貨潮 那個AI應用太可怕了 在眼前 我都不今天都先不跟你講什麼 AI的這個數據中心的伺服器 都不講那個數據貴了 我們直接告訴你 蘋果全新AI手機的拉貨潮 有多兇猛 是這是蘋果首次的一個AI手機 它採用的是3奈米的一個晶片 那這晶片呢 事實上我們就叫 AI18的一個這個處理器 那整個是iPhone16的引爆 像下半年開始看 竟然9千萬支到1億支 9千萬支到1億支 是什麼樣的一個驚人數字 現在甚至帶來講 只能用Apple做 但是用TSMC 什麼意思 就是 只能說蘋果做一點 不過不好意思 我們要跟台積電手牽手 那現在因為是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呢 蘋果事實上是台積電的 第一大客戶 我稱它市佔率 應該是有25%左右 那因為你真的市佔率也太大 所以我們都知道 那個蘋果的晶片 真的是公譜英雄 強強棍啊 大家都沒來賣 連三星都有的 開始給你看 希望你可以賞我幾顆 但當然是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之下 人家平 我們的台積電之前就講啊 我們相關的晶片都要漲價 連回答都直接說 你雖然回答 你是我的第二大客戶 但不好意思 我要給你漲10% 回答說OK OK 你只要晶片給我漲幾% 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蘋果沒有漲價 為什麼 因為真的蘋果的量太大 一億支耶 所以量有多大 那這個部分呢 他說台積電說法是 因為我們未來還要共創 AI手機的美好世代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一起努力 我們可以給它一些優惠 在這個台積電獨強的背後 我們看到一個 更 這個叫什麼 短兵相接的一個戰術 的意義是什麼 他一腳踹掉了三星 一手拉了聯發科 強強聯手 打造今年最強的旗艦版的 手機晶片 強到連三星的旗艦版手機 你都要回頭 跟它買啊 是 我跟你講 我是覺得有時候 這一個世代 怎麼樣 你沒有追上那個浪潮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 追上人家的話 你真的就是會被那個浪 給淹沒了 事實上完全就是這樣 三星啊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過去他一直宣稱說 怎麼把他7nm弄出來 但7nm很慘 他始終那個良率不穩定 那你如果說連7nm都沒有 很好的情況之下 更何況現在短兵 都已經進入到所謂的3nm 試彈 那我們都知道 Google Pixel呢 過去呢 事實上他的攜手的 都是以三星啊 這些為主的 但是他竟然從這一個 Pixel 10這個系列 也就是第9在開始 誒 他的Tensor G5的那個處理器啊 竟然已經跟這個三星 已經say goodbye了 然後呢 攜手誰 攜手我們的台積掉 那已經也是進入了一個 流片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可以說是Google 完全第一支完全自己研發 手機的這個處理器啊 那他採用的就是我們 台積電的3nm一個製程 所以你也就知道 這個未眼先轟動 如果說這一個 他自己研發的這個 跟台積電合作這個處理器 可以殺 可以就是一下子 就是一出事就轟動的話 那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公司3G 真的就GG了 就變成你知道 感覺上真的沒有什麼樣 沒有你可以存活的一個空間 你不要說 Pixel跟他那個 Google跟他say goodbye啦 因為他們三星自己 S25的這個旗艦艦的手機 竟然也因為他們自己 3nm的量率不好喔 聽說那個 他竟然要跟我們聯發科耶 那你想說不是嘛 那你三星 你以前不是都是用高通的嗎 你就算你們自己 三星的那個量率不好 你不用你們三星自己的晶片 那你不是用那個高通嗎 不好意思喔 你跟高通也要打開喔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只能說那不然聯發科 好不好 可不可以來跟我們合作一下 那現在三星 事實上 霍王也有跟聯發科合作啦 就是他的Galaxy的這個 10的一個手機 那最早採用就是 我們聯發科天津 9300的一個晶片 那現在即將說 即將要可能要天津 9400的這個晶片 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發展 其實不管是高通 或者是聯發科 你最後都還是要交片到台積電 來幫你打造 最不可取代的晶片 你說到聯發科 聯發科晶片設計 最強的晶片製造是台積電 強強聯手之下 真的打造今年下半年 最強的手機旗艦晶片 是 而且我跟你講聯發科 人家已經是 也不是只有在台灣 人家已經到了越南 而且在越南那邊 哇 也吃下了半壁江山 這事實上 這個越南媒體報導 他說聯發科 正跟越南的公司合作 很快會有越南製造的一個晶片上市 而且他就說聯發科 這真的無告讚 怎麼樣多讚 他說你們這個天璣9400的這個 跑分被提前洩漏是有多好 你知道嗎 綜合性的性能提升了55% CPU提升了53.8% GPU提升了57% 所以換句話說 然後各種跡象看起來 這個聯發科 真的是已經是遙遙領先在 包括三星跟其他的 高通這個部分 那你就想到說 人家就說這個越南行動 已經有個專號叫越南行動 聯發科的越南行動 這個處理器 已經預計要佔著 49%的一個市占率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也難怪啦 聯發科已經連續三年 被我們台灣的一個 相關的公佈說是 薪水最高的企業 他的那個就是比較 就是一基層的 這一個工程師的薪水 竟然還比台積電還要來的高 連續三年 聯發科的薪水 都是全台灣最高的 所以可以說是 台灣的一個幸福企業 好 你現在看到的是 AI手機的江湖 但是剛剛我先擱著 沒談的是什麼 我們講AI運用 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大腦的部件叫數據中心 生成式AI 你要不斷的訓練它 這個數據中心太太太重要 我只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Amazon 為什麼NVIDIA 為什麼蘋果 為什麼所有的大廠 都來台灣設廠呢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所有這些東西 你要不然就是進市場 你要不然就是進那個生產地 那現在是包括我們的AI 你不然NVIDIA 然後AMD 然後還有台積電 全部都在台灣 那換句話說 AI的整個重鎮 全世界的重鎮 是在台灣 台灣已經不是說 是一個AI的中心而已 甚至說台灣是全世界的AI中心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所謂的三大雲 Google 微軟 跟Amazon 這個三個 他們當然只能把他們的資料中心 根據地 設在台灣 不然我問你 如果它設在美國 它如果有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那要維修 難道從台灣 叫我們作火零機過去嗎 所以我們知道說 今天數據中心 它就不斷一段運算 高耗能 高耗熱 背後就是很多晶片的組成 對 我就問 背後的這些供應鏈結 最重要的基地在哪裡 都在台灣 都在台灣 我不就有進過來 我要去哪裡 是 而且你要知道 像這種資料中心 尤其是你跑速又快要 進入到所謂的高運算時代的話 你那個熱 一定是要處理掉的 所以現在所有 包括你不管是什麼冷卻 直接冷卻 或另外一種其他的用 特殊議題冷卻的一個方式 這個所有相關技術 都在台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當然要根據在台灣 你知道嗎 這個亞馬遜它自己講 它說它未來全球 它好像有幾十個這個運算 所謂的數據中心 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整個投資金額 是高達1000億美金 在台灣至少就要有三個 而且這三個 就要花150億美金 所以顯見 對他們來講 台灣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根據店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就是事實上 美國在2020年的時候 有一個乾淨網路的一個計畫 所以在當時 他們就把台灣的地理位置 設整是說 因為你往北可以到日本跟韓國 往南也可以到那個東南亞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島鏈 這個圖 我們先停一下看一下 密密麻麻 台灣我圈起來 會大家看不太清楚 這邊資助網絡全部從這地方出去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進出的紮道口 都在台灣的南北 是 而且全部總計有14條海底電纜通過台灣 那你看這圖很有意思 它是不是都在右邊 是不是沒有在左邊 對 為什麼 因為左邊靠中國啊 危險 所以它全部都是往右邊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其實代表著 我們因為是被美國所信任的 這也是為什麼 這三大雲都鎖定在台灣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看見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花 真 像